作词 李宗盛 汽车必须设施的安装主要包括倒车影像系统、音响系统、GPS导航系统、仙气灯等。 这些必须设施的安装能有效地帮助司机驾驶,同时还可以对汽车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全车防暴隔热膜的安装方法 防暴隔热膜可以起到阻挡日光照射。 当玻璃遭遇外力撞击破碎时,能够将玻璃碎片粘附住,防止对乘车人员的伤害等作用。 首先,在前车门玻璃上喷上适量的安装液,将一块打板塑料纸贴到玻璃上,去掉边缘多余的部分。 再分别将其余的边也裁切出来。 裁上面的时候,可以将玻璃降下来一点,方便裁切。 同样,后面的玻璃也是按照相同的方法裁切完成。 前方挡可以用米尺直接顶到两侧,取最长的距离测量。 将裁好的打板塑料纸拿下来,准备下料。 下料室,前方挡按照测量的尺寸采切出来就可以了。 车门玻璃按照打板纸的尺寸,上下多裁出两厘米的距离。 两侧。 多踩出0.5厘米的距离就可以了。 使用贴膜专用的保护膜贴在门板上。 在玻璃上,喷上少许安装液。 用手轻轻擦拭,清洗玻璃。 然后,用刮水板,将水刮掉,清洗干净。 再次喷上安装液。 将裁好的膜粘贴到玻璃上。 位置要掌握好。 降下玻璃,用裁纸刀沿着玻璃的边缘将多余的边去掉。 在内侧玻璃上,喷上安装液。 适当地降下玻璃。 使用牛津刮板,将玻璃清洗干净。 然后,再喷上安装液。 用毛巾,将玻璃外侧的水擦干。 再用刮水器,将内侧玻璃上的水刮净。 将防爆膜插开一半,喷上安装液。 从下至上摆放好位置,粘在玻璃内侧。 刮水定位。 再用牛津刮板挤水,将玻璃升上去。 下面喷少许安装液,清洗干净。 再喷上安装液,揭去剩余的保护膜。 在膜内侧,喷上安装液。 使用钢板,将防爆膜放入门牙内侧。 再将接掉的保护膜贴在上面。 用塑料板擀平。 然后,用钢板进行挤水。 没有粘合的位置,使用烤腔烘干,粘紧。 再挤进上方的水。 将外面的一层保护膜揭掉。 最后,再将外面的玻璃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在前方档上,喷上适量的安装液。 用手均匀的擦拭。 用刮水器将表面的水刮净,清洗干净。 再在玻璃上,喷上一层安装液。 把采好的膜贴在上面。 用采纸刀,采去周围多余的部分。 使用2000号砂纸摩擦塑料板。 防止塑料板有不平整的位置,避免损伤车膜。 然后,从上向下,擀水固定。 没有粘合的位置,可以用烤腔加热烤软。 然后,立即用刮板刮平。 用刀将多余的膜割掉。 膜的大小,以不遮盖住玻璃周围的陶瓷小黑点为宜。 将采好的膜接下来。 把车内的车简标志拿掉。 用一块防护布蒙在仪表盘上。 在车简标志的位置,喷上少许安装液。 将上面残留的胶滑进。 在前方档内侧,喷上适量的安装液。 使用牛津刮板清洗干净。 再用刮水器刮干净。 将采好的膜打开。 接去膜上面的一层保护膜。 在上面喷上一层安装液。 从下向上,对好位置粘贴上。 用刮水器,先大致地刮一下,固定住。 然后,再将保护膜贴在上面。 用塑料刮板,大致地将水挤一下。 再用铁刮板按照顺序将水干净。 这样,防暴隔热膜就安装完成了。 发动机护板的安装方法。 发动机护板可以起到保护发动机,以免车辆在行驶中,底部受到撞击而破损的作用。 在发动机四周,原厂预留螺丝孔内,安上几个护板专用螺丝,拧紧固定住。 把护板按照螺丝孔安装到对应的位置。 加上护垫,加上护垫和堂黄垫,防止螺丝松动。 然后,用班子拧紧固定。 这样,发动机护板就安装完成了。 防盗器的安装方法。 防盗器可以起到报警、防盗、遥控车门开关等作用。 打开线路盒盖,用螺丝刀将方向盘下方的电路控制盒盖上的螺丝拧下来。 取下盒盖,将防盗器线束穿进去。 首先,插上电源控制线。 再插上车锁控制线和附加功能线。 插入振动感应器,安装在仪表盘内侧。 安装好后,将袋子扣好。 取下A型柱装饰条,安装上防盗器警示灯。 然后,将装饰条安装回原来的位置。 打开发动机,在适当的位置装上防盗器喇叭,将线甩回去连接到防盗器主机上。 放下发动机盖,将电路控制盒和门卡条安装回原来的位置。 这样,防盗器就安装完成了。 司机在打开车门时,双闪灯闪烁,提示前后车辆。 关上门后,停止闪烁。 按下遥控器的锁车键,车灯闪烁一下,喇叭响一下。 提示,车门已经上锁。 当有人开门或恶意撞击时,车辆双闪灯闪烁,发出报警声。 按下解锁键后解除警报,这时就可以开门进入车内了。 报车影像,DVD音响系统,GTS导航系统的安装方法。 DVD音响系统,可以播放和收听收看各种试音频节目。 GTS导航系统,存有全国地图。 倒车影像,可以在倒车时,通过车内的DVD显示屏,直接看到后面的景物。 使用音响专用钥匙,拆下CB主机。 再拆下桃木式键,然后进行DVD线数连接。 其中包括八根音响线,两根电源线,一根打铁线,一根自动天线,刹车线一根,小奔线一根。 连接时,一定要进行仔细的区分,避免连接错误。 在车身后保险档的中心位置,用电钻钻一个圆孔,用来安装摄像头。 然后,将上面贴的胶带起掉,把摄像头的固定螺母拧下来,把线穿入钻好的孔内,将摄像头安装在上面。 在内侧,用固定螺母固定。 在车后备箱内,将连接线甩到车身下方,将线连接上,用绝缘胶带缠绕固定。 把导航天线的连接线。 把导航天线的连接线,穿入封闭胶圈内,引入驾驶室。 先将摄像头的视频连接线连上,用绝缘胶带固定。 再将导航天线连接到主机上。 再插上DVD线数。 插上FM收音机天线。 全部连接好后,将主机装进去。 再把装饰框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这样,DVD音响、GPS导航和倒车影像就安装完成了。 打开BVD电源,放入一张光盘,可以看到里面播放的视频。 然后,切换到倒车档,可以看到车辆后面的景物。 检查安装无误,取出光盘就可以了。 仙气灯的安装方法。 仙气灯的耗电量小,亮度高,穿透力强,非常方便夜晚使用。 打开发动机盖,取下车灯上方的装饰盖,取出灯尾盖。 把仙气灯和电源线穿进灯尾盖内。 连接电源,将灯泡安装进去,固定好。 再将灯尾盖扣好。 安装上安定器。 用螺丝拧紧固定好。 把安定器与车灯相连接。 这样,一个仙气灯就安装好了。 然后,取下另一侧的装饰盖。 用相同的方法,将另一个车灯也安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好后,扣上装饰盖。 进行远近光的装饰盖。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后,将前机盖放下来就可以了。 加热垫的安装方法。 加热垫安装在车座里,对车座椅进行加热。 方便乘客取暖。 首先,将车辆的后座椅拆掉。 然后,把后头枕拿下来。 拆下后靠背。 将前座椅的滑道盖拆下来。 取下座椅。 将后座椅翻过来。 用钳子取下皮革固定钉。 搭掉皮革。 再拆下座椅里面的固定钉。 把加热垫之间相连接的部位剪断。 在加热垫的背面贴上双面胶。 将加热垫粘上固定。 其他两片用相同的方法沾上。 使用专用卡钉。 使用专用卡钉将皮革部分固定回原来的海面上。 。 再将皮革垫套回到座垫上。 另一侧的坐垫。 采用相同的方法安装固定。 两侧都安好后,将坐垫翻过来。 。 把皮革边缘用卡钉固定在坐垫的背面。 这样,坐垫上的加热垫就安装完成了。 。 将后靠垫翻过来。 用钳子将卡钉去掉。 将皮革扒下来。 再把里面的卡钉也去掉。 再把里面的卡钉也去掉。 用剪子将加热垫剪开。 用双面胶粘贴固定上。 用卡钉将皮革固定回海面上。 再将皮革泡回到扣垫上。 对面用相同的方法固定好。 从车内后方在地毯下方向前穿过两根电源线。 然后再穿回去一根。 穿到另一侧前车座的位置。 将电路盒盖打开。 把侧面的螺丝拧下来。 拆下仪表盘下方的装饰板。 用垫底测一下电源。 将两根电源线拧到一起。 把螺丝适当地松动下。 把电源线固定在上面拧紧。 再把钥匙门控制线固定在车体。 安装钥匙门控制线。 用绝缘胶带缠绕固定。 检查保险丝是否完好。 再试一下钥匙门控制线。 使用音响专用钥匙。 拆下CD主机。 再拆下桃木试键。 取下原车预留开关口。 将加热垫调温开关穿进去。 另一侧也穿入一个底部。